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兴会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任务成功秒提升 这是台湾人民 任务成功秒提升 现在让我们以热泪掌声 欢迎旅前副总统与魂元禅师上台 带领大家点亮和谐之光 照亮世界 为地球及两岸祈福 五 三 二 一 请点亮 我们请各位来宾 也点亮手中的和谐之光 请各位来宾 也点亮你手中的和谐之光 阴阳 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为谷子 祝出天下定太平 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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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定太平 现在真圣国序 真圣为谷子 只有松岐 Soph 天下定太平 一代祝福 五 六 三 四 三 四 四 三 三 四 八 四 三 三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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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荟天后华 保长生 把劲哥 化解干戈义战争 一愿人心相疼爱 同其世界永和平 The Nanga Guardians protect the masses They transform and resolve grievances to prevent battles We further pray that humanity achieves mutual love and concern for one another And pray moreover for everlasting world peace We sincerely invite the merciful Jade Emperor And 33 Heavenly Kings of Southern Heaven 大慈大悲 Weishin圣教教主 王禅老祖大天尊 The merciful originator of Weishin圣教 王禅老祖大天尊 大慈大悲仲天教主 释迦牟尼佛 The merciful culmination founder of Buddhism Sakamoini Buddha 大慈大悲道教教主 太上道德大天尊 The Merciful Founder of Taoism 太上道德大天尊 大慈大悲 万国天主上帝 The Merciful God of all nations 大慈大悲 万国阿拉大神 The Merciful Allah of all nations 今为世界新兴宗教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 本源率领维新贤士代表 于2021年4月22日当下此时 前卿深口意供养 祝愿加持跨解世界人类之争颂与战争 并祝愿天灾勇息 天温勇息 今天是22月20日2021 现在,作为新兴宗教室 台湾维新圣教 Gran Master Wen Yuan Chan Shi Together with the Wei Xin Delegation Sincerely offer our body, speech and soul To pray for blessings On resolving disputes and wars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further praying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alamities and plaques 用爱包容 与慈悲心相亲相扶 与礼相互尊重生命 与和平相处 共同成就 维新净土世界 与极乐世界 天国净土相辉 We should tolerant of others with love Care for each other with compassion Respect all living beings with courtesy Treat everyone peacefully Hence, we can collectively accomplish the world of waging pure land To glorify the western pur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and heavenly pure land 永无人类 无名之战争 共同成就 天下一家亲 世界永和平 以为众愿 May there is no war occurred by our ignorance We sincerely wish to collectively achieve the goal of one world, one family And the everlasting world peace 又祈愿 We further pray 祈愿南天山山天王将凡尘 天人合一共創人类真和平 May 33 heavenly kings of southern heaven May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To create true peace for mankind 祈愿南天山山天王将凡尘 天人合一共創人间成净土 May 33 heavenly kings of southern heaven 祈愿南天山山天王将凡尘 天人合一共創人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各一天子 With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神山山天王将凡尘 千人合一 So are your peace for mankind 祈愿南天山山天王将凡尘 千人合一 King von億 祈願南天 山山天王降凡城 天人合一 兩岸合作皆圓滿 祈願南天 山山天王降凡城 天人合一 天地無我 金剛心 祈願三十三國王的天王降凡城 與人和自然的一切 以達到一個超級的心 祈願玉皇大天尊慈見 滿我世界全人類 為國修道 為人類祈福皆滿願 祈願大帝國王 真情善揚 堅穩 加持世界永和諧 天下永太平 We pray faithfully and earnestly to you May you see and hear the wish for the ultimate harmony and peace of the world Wei Xin圣教宗主 Wen Yuan禅师 帅Wei Xin贤士 与会大众叩生 The founder of Wei Xin圣教 Grandmaster Wen Yuan禅师 Together with the Wei Xin delegation and today's participants are her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piously 天韻岁世 辛丑年 3月11日 我們謝謝 旅前副總統與Wen Yuan禅師 各位疼惜地球 熱愛和平的各位朋友 首先我要鄭重介紹 Wen Yuan禅師父是聯合國 世界和諧基金會 今年榮獲世界和平 杰出貢獻獎 所以今天晚上我們要請他 為世界和諧來給我們獎金 在此之前我邀請我們所有的朋友 一起來回憶2018年我們的鄰居朝鮮半島發生什麼事 2018年美國的川普總統跟北韓的領導人 我們見證日一老一少 文攻武嚇長達一年多 全世界非常地緊張 兩個核武的國家如果翻幾年來 非常地可怕 兩邊其實是兵凶戰鬼 但是南韓想到冬季奧運會 所以他們递出橄欖枝 邀請北韓一起參加冬季奧運會 北韓派了三個美女到南韓 我們全世界忽然發現一場戰爭就以和平來收藏 這個記憶大家很清楚吧 我們是何等的幸福 今天在這裡可以很安心的 那我其實告訴各位真正的用心 就是說南韓都可以化干戈為玉帛 我認為台灣也可以 為什麼今天下午請大家來喝千年古茶 這個茶來自中國的雲南 如果我們同樣以化干戈為玉帛這樣的想法 等一下聽了師父來講經以後 大家一起祈禱 明天中國海軍節希望有經無險 因為昨天很多人預設明天只有可能會出事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辦的這個活動 我們希望兩岸和諧 我們喝了千年古茶 我們已經递出和平的感染汁了 大家跟他一起宣言 我想台灣的和平靠我們自己 我們要投資和平 我們才能夠預防戰爭 所以整個活動感謝所有的主協辦單位 今天特別殊勝 請到剛剛當選聯合國世界和諧 最高的這個傑出貢獻獎的 魂元禪師來請他給我們獎金 給我們祈福 在熱的掌聲來歡迎你的師父 公為陰陽日月最長生 可惜天理難分明 若有真聖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農天護法寶昌生 化解干戈習戰爭 意願人心相疼愛 同期世界永和平 我們中華民國 全理副總統秀人大菩薩 當下與會的全國世界各國大菩薩 各位維新聖教 維新賢士 同修弟子 輸王大眾 阿彌陀佛 太陽系的九大行星 唯一能夠居住 只有地球一個 其他星球沒有辦法 居住 所以各位都是從天上界 三十三天 大菩薩 為歷行 旅行 人與人的情緣 來到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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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與席緣 那我們就要 珍惜 這一生的緣分 鬼谷先師 王傳老祖開示 地球只有一個 所以誅天聖神 無量術的諸佛菩薩 天神 上帝 阿拉 的子民 在天上界都一直 嚮往這個地球 可見地球的珍貴 是無法去形容的 但是 有地球是無量節來的 所居住的人 也無量術 來來去去 去去又來來 來到世間走一趟 來體驗人生 和諧之道 但是 我們來到世間了 受山毒 貪尊痴 來 障礙了我們的靈性 將我們愛心 都葬住了 這集是貪春痴 三毒所生 所以 從中華民族 7356年前 福西市的一化開天 再化僻地 人歷其中萬華生成 中華文化 意到 天積 傳到現在 7356年 那這7356年 中華民族 天主帝王 就有918位 發生 戰爭 3762次 大小戰爭 都沒有解決 都沒有解決 人類的問題 從這個數數 看起來 讓人心靈 非常的不安 各位菩薩們 我們都既然 引到 地球來 夠以本念 來歷行我們的 情汉緣 可惜啊 我們有悟到了 有多少 發動各種戰爭 傷亡了 那麼多 無量數的 軍民 生命 但是 天主帝王們 一併嗚呼哀哉 三寸氣斷 所帶回去的是什麼 江山騙華 都沒有 帶走 名以利也沒有帶走 所以哈哈如來 聚功鼓活 在71年 7月23日 開啟藍天聖門的當下 開示了一句話 來空空 氣空空 財也空 明也空 力也空 實也空 七也空 皇權路上 不相逢 善哉 善哉 阿彌陀佛 聚功鼓活 這一句 名言 讓我們 有很大的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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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功鼓活 又開示 人生六時 不失修 等待何時 再來有 所以 面對著 當下 我們在地球上 無量 無量數的 三界萬靈門 各位 菩薩們 我們應該重新思考 如何來愛惜 這一顆地球 讓地球 能夠讓 以後 更多的人 更多的 佛 菩薩 天神 光降地球 脫胎 轉世 來轉這個 和平的法輪 所以 本維新聖教 台灣維新聖教 世界和平促進會 它立了 五個方向 五綱 法界觀 天人智慧 我們每個人 都帶著 無量 節以來 百千萬年 人世間的智慧 在這一生 我們又有機會 投胎 轉生 為人 多麼的珍貴啊 所以我們 在華的世界 我們要以 心言 智慧 佛的智慧 神的智慧 上帝 阿拉的智慧 來共同 來共同 遵循 情 語言 第二個 宗教觀 遵循生命 人 人 脫胎 轉生 到世界上 有形的身體 我們 我們是要做 我們是要做 許言 序言 和 結未來生的緣 也是來 知恩 感恩 與報恩 這是我們人生的目的 這是我們人生的目的 意義 在喚醒我們 世界和諧 是人的生命 世界和諧 是人的尊嚴 世界和諧 也就是人與人的和諧 人與大自然的和諧 人與事與物的和諧 人與自己內在心靈的和諧 即是宗教觀的最高境界 所以我們維新世界和平出軍會 以宗教觀 來以 失望大眾 來 續 全員 第三 就是 人文觀 品德教育 品德教育 非常的重要 我們要敬天洗地 即是品德教育 尊重人與人的生存權利 也是品德教育 加裝著 倫理 孝道 也是品德教育 是在啟發我們每個人 無量節來的靈性尊嚴和光輝 所以人文觀 品德教育 第四 國際觀 國際風華 文維新聖教的文化 是中華文化 七千三百五十六年的 義經 風水 和宗教 大道 融為一如 我們在台灣 從民國 七十二年 一月十五日開始 在台灣 紅華 綠生 幫助有緣的人 離苦得樂 幫助事業 轉為安 這太多太多的案例 所以 維新聖教世界和平促進會 我們與這一些 中華文化道同 義經風水 義經是大道 風水是真理 是環保學的最高境界 環境學 我們在台灣 在海內外 在國際 正道 行道 紅道 至今 容然 還在努力的進行中 所以 國際紅華 的方向 八萬四千華文 但是 中華文化道同 而 義經風水和宗教融為一如 所以 衍生 演化出來 有 二十四億 六千四百局的智慧 人人都有 所以 我們要珍惜 這一生 我們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頭腦 珍惜 我們的心 古智 金用 是鬼谷子 王宅老族 所傳的心法 古智金用 還有 維新 聖教 維古文化學會 由楊基東 院長 來 主導 古智金用 也希望 也希望 將這個 維古族的 古智金用 能夠傳到 國際 維古族的智慧 維古族的文化 是人的生命 最高境界 也受到尊重 也相互尊重 到最後一條 第五 清靜觀 清靜觀 也是一經風水 中華文化道童 一經風水 一經是大道 是因果論 對待論 而不是相對論 而是對待論 一經是一把鑰匙 打開心靈 打開 古智 到現在 所以才有 古智金用 這個是我們每個人 都具足的 上聖心法 那麼 風水學 就是環境學 環保學的最高境界 風水學 風水學錯了 不如法了 違背的道 真理的時候 然後 居住的心環氣道 社會環境 就不和諧 地球 環境保護 就是風水學的最高境界 就是風水學的最高境界 是科學 是真理 任何人 都享有 都享有 風水學的真理 所以今天 我們新逢 2021年 世界地球日 世界地球日 本人 代表維新聖教 來 將 維新聖教 這個心法 和聯合國 世界和諧基金會 的宗旨 來相歸應 這是我們的責任 和義務 沒有功德可言 所以今天 我很感恩 李副總統 給我這個機會 主辦單位 給我這個機會 來表達 中華文化 鼓授金用 在台灣的莊嚴 祝福各位 謝謝各位 兩位主持人辛苦了 我們在場所有 熱愛和平的 各位好朋友 辛苦 從艷陽高照 到西洋無限好 現在台語頭來 過年在天上 笑亂 別忘了我講 明天中國海洋節 美中兩牆 修 我們要如何 讓他們 可以回到 平安的懷抱 我相信我們今天 不管是師父 我們所有在座的貴賓 所展現的千層 透過月亮 應該會傳遞 給有心 要破壞和平的人 我現在底下 我知道大家 已經很累了 但是 再給我30分鐘 我簡短 來分享我的憂慮 我們知道地球發生問題 以前我不相信會有世界末日 但是我現在越來越相信 PowerPoint準備好了沒 本來我要請林中斌教授來演講 因為我不是這方面專家 他很客氣 他授錢我讀他的書 我來分享給大家 最重要的 現在美國總統拜登 透過視訊會議 邀請40幾國的元首 連習近平都答應參加 本來我們想跟人聯繫 但是技術上還有困難 可是 談來談去都是談氣候變遷 談來談去還是在談 每一個人都要節能要減碳 可是我今天 借用 林中斌教授 一個地球科學博士的研究 告訴大家 地球所有的災變 氣候變遷是果 真正的原因 有來自外太空 有來自太陽系 有來自我們地球內心的問題 所以交結起來已經複雜到不得了 但是我承認我是外行 我只從他的書讀了幾遍 很短的時間 要告訴大家 簡單來講 地球周遭有非常多的磁力線 不同的磁力線 構成的磁場 來保護地球 因為我們是在太陽系 太陽上面有黑紙 有紙紙有亮紙 各種磁暴 四面八方輻射 地球會受到影響 如果地球的磁力線 非常的健全 可以保護我們 不幸臭氧城破了大洞 紙外線直接照射到地球上 更重要的 地球的磁暴 各種的輻射線 因為地球外面 因為我自己看不到 我沒有辦法 很抱歉 我本來以為在這裡 我可以講詳細一點 大家眼睛看這裡耳朵 給我就好了 我不一定照這個 因為我看不到這個 可是我基本上要告訴大家 地球外面有很多的磁力線 這個磁力線已經斷掉了 至少發現破了兩個大洞 那也就是一個保護地球的網膜破了洞 因此太陽的各種的輻射 自然就會不照規矩 會影響到地球 那麼太陽本身 它是繞著銀河系 不是平行的繞 而是跳mampo這樣子一直跳 所以太陽本身也有它的磁暴 那太陽也發現很多的問題 所以當太陽的各種輻射 尤其太陽的黑子 動得太厲害 輻射就強 我們地球承受壓力就大 如果太陽的黑子累了想休息 我們照射不到陽光 在整個地球的歷史 我們讀過有冰河時期 當太陽的黑子要睡覺的時候 地球就冷了 已經人類警告我們 我們看今年大家在電視上 很多很多的國家 冷得不得了 不該冷的國家都冷了 告訴我們 漸漸的進入小冰河期了 再來 地球 把地球想像成一個雞蛋 有蛋殼 有蛋白 有蛋人 地球簡單的構造 有外面地殼 我們覺得很硬 可是它也只是幾十公里 在下面有地蔓 地殼是硬的 地蔓是溶漿 是非常熱的 地蔓之下更增還有地核 地核有外核跟內核 外核也是溶漿 溫度又更高 最核心的內核是硬的 正常的情況之下 地球繞著太陽走 那麼這幾層的構造 我們現在常常聽到說冷凍層 永動成為什麼會冰解 我們看到南北極這幾天特別報導 嚇死我了 整個冰棚 像冰敗如山倒這樣全面溶解 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 剛剛講太陽的磁變 那地球破了洞 所以太陽的各種磁力 各種這個輻射 加速襯透到地球 就把地心地核裡面的溶漿 非常炎熱的吸上來 大西洋的海底 已經發現有四五公分的破洞 也就是地心內部的熔岩 已經冒出來了 我笑著說我們要投奔自由 藏在地球最內部非常炎熱的熔岩 也在你太空太胖要投奔自由 所以真正的地球的溫度會升高 當然人為的因素 加速工業發展 製造很多的二氧化碳 這也是原因 可是一直停留在這裡 其實不夠讓我們驚慌 真正的原因 就是宇宙 銀河系 影響太陽系 太陽的磁暴影響我們地球 所以地球內部 那麼多層次的東西 不斷的要冒出來 我給大家這樣一個概念 我們就要知道 我們在座也有虔誠的基督徒 聖經裡面講到亞當夏娃 本來這個天父是要亞當夏娃兩個人 長相失守在一點園 現在地球已經有73億的小亞當小夏娃 一點圓還是一個 就是我們生存的地球 今天我們以4月22號 叫International Mother Earth Day 地球是我們共同的母親 因為一點圓還是就這麼一個 亞當夏娃變成73億的亞當跟夏娃 你想一點圓受得了嗎 尤其以前大家沒有那麼富裕 現在越來越有錢 要吃牛肉要出雞肉要吃各種各種的動物 還要多少的資源去餵養這些牲畜 所以地球受不了了 如果人類繼續內在地球 我就給你罷工 我給你發一次脾氣 去年那麼大的病毒就發生了 如果這個警告還不夠 我看是不夠 我們剛剛一起唸的這個聲明 就是明明已經知道地球病得這麼厲害 我們全力來拯救地球都來不及了 還在發動戰爭 還在到處點火 到處拉幫結派 這幾天 習近平先生在博華會議罵得好 大國要有大國的風範 不要霸道要共道 我覺得 北京跟華府的領導人 通通要反省不是嗎 今天我們在這裡 第一個先知道 我們還可以安心的過這一晚 已經是很幸福了 就在過去的一年 剛剛我們朗讀 三百萬條生命不見了 莫名其妙了 因為病毒感染死 我們還活著 全世界突然發現 打開地圖這麼小的一個台灣 以前都不顯眼 怎麼全世界都因為病毒而死傷滿地的時候 一個叫TAIWAN的小島 居然沒有人 幾乎台灣沒有人 疫情受感染 都是外面傳進來 感謝天感謝地 但是也別忘了 2003年SARS先來 SARS給我們一個教訓 我們很認真的知道 病毒是跟我們共存的 人類不要太臭皮 老實說萬物之靈 我覺得病毒給我們一個教訓 有史以來病毒就是跟人類爭著生存 我們消滅它它就死了 你消滅我我就變種 所以不斷的戰爭 我們贏一死 不一定贏得了全局 2020年我們可以過得了這一關 但是全世界一畫面 讚嘆台灣抗議成功 另外一面替我們提心吊膽 因為看到中美兩強 不斷的對峙 結果大家都在尋找要開打的戰場 就是台灣 美國離中國太遠 中國離台灣太近 誰能夠佔有台灣 就是佔據最好的戰鬥位置 我們真是無辜啊 不要罵蔡英文總統 不要罵任何人 只怪第一名跟第二名 要搶第一名 那麼總要找一個地方 非洲的諺語說兩隻大象要打架 地皮草皮就遭殃了 現在我們無辜 但是我們不能無奈 全世界一天到晚都在想 台海戰爭隨時會爆發 好像他們等著看戲一樣 但是我們不容看戲啊 戰爭一爆發 誰知道死的是誰 誰知道是哪一黨 是哪一派 以前說 子彈沒有長眼睛 錯啦 現在的戰爭 無人機要打誰就打誰 瞄準得很準確 這場戰爭如果爆發 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不管哪一黨哪一派的努力 是不是很可能隨時就化為廢墟呢 你我還有沒有帶重逢的機會 幾乎不可以想像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們一定要盡全力 那到目前為止 好像我們的民主都停擺了 只要政府向東 我們就跟著向東 NGO 現在在關心藻礁 不是關心明天的南海可能戰爭 起碼我跟各位一樣 還有一點良心 我們今天辦這樣的一個會 可是也不是今天就結束啦 我們大家都很辛苦 我們也很感謝那麼多重要的貴賓也都來 但是我今天沒有請政治人物 因為政治人物關心是下一屆會不會有當選 真正 有一句話說 政客只專心自己下一屆會不會連任 政治人物是關心下一代的幸福 我覺得這裡很簡短的 一定要從地球的災變 要延伸做認真思考 我們如何來開創雙兩岸的和平空間 地圖打開台灣向左 隔著台灣海峽我們是跟中國相處 現在全世界都認為中國一定會打台灣 那麼 我們一部分人覺得說安啦 反正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呢 他一定不會放棄台安 所以晚上還是照樣睡得很好 我要告訴大家 在漫長的美國跟台灣交往的 近70年來 For more Sabi trade 我們被出賣多少次 每一次外國的戰爭 結果都會嚴害到台灣 台灣過去是無辜 也可以說無能啊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集中一切力量跟智慧 來保衛我們自己的國家 所以今天晚上只是一個開始 我提出了雙兩岸關係 大兩岸關係 我希望我們很積極的 伸出友誼的手 日本 韓國 台灣 這三個鄰國 我們要更加緊密的在一起 我們雖然不是同文同種 但是儒家思想 都受到影響 我們現在是高科技的國家 也是高度民主化的國家 憑這三個條件 台灣日本跟韓國 就應該做區域整合 我的構想是希望 拜登總統 能夠好好接受我們的建議 可以出面來邀請太平洋所有的民主國家 共同成立民主太平洋國協 就像英國有大英國協 傳遞英國非常好的 憲政民主的傳承 我們不能接受美利堅的國協 我創了一個民主太平洋的國協 我很感謝全球和平同盟 也是我們的主辦單位 明天下午安排了一個視訊會議 讓我來跟日本的各界人士 來分享東北亞如何能夠促進和平 我希望今天與會的朋友 都能夠回去思考 如何發揮我們每一個人的力量 讓台灣在國際上漂亮的升起 我們用台灣的價值 不只是口罩輸出 不只是沒有疫情 我們要告訴全世界 台灣在千辛萬苦 全世界都瞧不起我們 遺忘我們的狀況之下 我們還能夠咬緊牙根 克服困難 終於獲得全世界開始對我們刮目相待 我認為台灣必定取代香港 成為太平洋的鑽石 我們在結合日本跟韓國 是東北亞的金三角 這是我的大兩岸 回過來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我講2018年韓國發生的事 大家記憶猶心 本來以為戰爭就要發生了 結果峰迴路轉 化解和平 我很認真 我寫了文章 我寫了一個小文章 我今天透露 北韓的政府 讀到我的文章要請我去 全世界都不了解他 我說小蝦米跟大鯨魚 美國總統以為他是大鯨魚 吞掉你北韓很簡單 沒有想到北韓已經不是小蝦米了 他是一隻獨龍蝦 你來吞 吞不下 從這些例子 我就在想 別人能為什麼我們不能 所以我們 如果南北韓 也可以很巧妙的 利用Olympic運動會 轉換起來 結果不只南北韓的高峰會 而且這個叫老環巔 一個叫火箭人 一老一哨兩個人 你在新加坡相擁 那麼我們大家回去 剛剛師傅也給我們很多的開解 我們在座很多很多都有智慧慈悲 我們一起想 我們來如何化解跟中國的仇恨 我花了去年的時間 寫了一本《兩岸恩怨如何了》 如果有興趣研究的人 請你們等一下給我五百塊 帶一本書 為台灣來開創新的前途 我這本書已經引起很多的注意 我要講 台灣跟中國的領導人 跟我們人民通通要反省 我們不應該有敵對關係 國共的恩怨已經結束了 今天的台灣問題既不是國共兩黨的問題 也不是台灣跟中國的問題 不是兩岸的問題 今天的台灣問題已經是世界政治 糾結在一起而形成的極為特殊的問題 誰擁有台灣誰就得天下 是美國學者講的 我不敢接受 我只擔心擁有台灣如果拿台灣做戰場的話 我們全體毀滅 所以我們今天的宣言 特別有講到 我們拒絕變成任何人 任何國家的殺戮戰場 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台灣是柔性國力的搖籃 如果我們可以連結日本跟韓國 同時改善跟中國的關係 我相信我們今天晚上的活動 北京當地一定也有人在注意 我們今天特別請鳳茶協會 一起喝的千年古茶 是來自雲南的 這也是我們在地感難知 我們希望明天他們的海軍節 可以是虛放一招 千萬不要搖槍祝福 透過今天師父 引導我們大家的祈禱這個功德 如果還有透過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Frank Liu 先生 他就是跟美國國會議員 一位對台灣很有貢獻的 Lester Wolf 就是當年促成台灣關係法 這位國會議員 共同創辦的世界和諧基金會 那麼他剛剛開始的時候 錄了一個影片來祝福我們 也感謝我 Lester Wolf 先生已經103歲 最近開刀 可是他昨天傳一句話給我 在兩岸和平沒有達到以前 他說上帝一定不許我走 各位我們給這位 全美國最受尊敬 因為唯一長壽 活到103歲的國會議員 給他一個真心的祝福 他說兩岸沒有和平以前 他不會離開 他還要幫助我們 每一早事件我坐牢的時候 是他來營救的 美國跟台灣斷交 是他積極推動台灣關係法 103歲了 昨天還傳這句話來 兩岸一定要和平啊 不然上帝不會讓我走 我很感動 我最後跟各位講 如何改善兩岸關係 第一個我講我們大家 把它當作遠親跟近利 盡量化解仇恨 在去年我們很幸運的沒有疫情 而他們有疫情的時候 我們的確有一些人 每一句話都是趕著探 每一句話 我們有口罩有什麼了不起 為什麼那時候不把口罩就送一點過去 總之我希望我們從今天我們自己先做遠親近利的工作 這個訊息他們已經知道 我也希望他們的領導人跟他們的朋友 不要用國共不去的這個鬥爭的這個眼光來看台灣問題 如何迎娶台灣的民心 當美國全力在拉攏台灣的時候 他們現在用很多很多的這個軍艦等等來威脅我們 柏黎屋總統來台灣講了一句很俏皮的話 他說別以為你要老婆愛你是要靠你去打她的 Don't beat your wife to earn her love 我也把這句話傳給北京 如果你真的愛台灣 你要讓我們台灣人愛你 那你不是要檢討很多嗎 所以我小兩岸關係 如果大家同意 第一個我要說大家用遠親近利反省檢討 第二個一個中國改為一個中華 因為一個中國的話就叫我們放棄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要接受他變成一個地方政府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一個中華中華有文化中華有經濟中華有政治中華 血緣的中華我想我們可以接受 一致敏恩仇 下一步呢 蒙藏回蒙一大堆 孫中先生的三民主義告訴我們要五族共和 我希望有一天也許可以變成中華邦聯 我們不是跟中國進行兩岸的統一 而是統和 所以我的雙兩岸關係 改善跟中國的關係 結論是兩致敏恩仇 一個中國改為一個中華 兩岸統一改為兩岸統和 至於如何統和 我書中辯查這一百多年來 全世界大小國家的分離都有例子 我認為可以理性地考慮在未來變成中華邦聯 連新疆西藏蒙古都可以一起進來 徹底解決所有的紛爭 這是多營政策不只是雙營政策 當然有待大家的指教 今天是地球日 地球的危機 人為要負很大的責任 別忘了上帝發怒 從太陽系一直到我們地球內部都出了大狀況 今天給大家這樣簡單訊息 地球危機的動物 不能再加速地球的毀滅 就是發展軍備 到處點火準備要發動戰爭 最可惡的是如果想要賺戰爭財的人 和平是無價的 戰爭是無情 我們今天晚上有緣相聚 各位可能有更多的心得 希望很快我們還有不同的場合 大家可以在一起 等一下要送給各位每一個人一個福袋 那其中有一樣 希望你們每天要戴它 就是我特別設計的 和平台灣口罩 各種口罩都有 明天開始請你們戴我和平口罩 請你們全家人都戴出去 當你把這個口罩戴出去的時候 就是在宣揚 我們需要的是和平 我們拒絕任何方式的戰爭 再次 感謝大家 祝福大家 晚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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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